智库因为裁员不足将精简三分之二的人力 那前立委同时是教文组召集人的陈学胜指出 将分两阶段来精简人力非一次性裁员三分之二 而且会以委托案件方式维持研究的量难 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 他今天就受访了 就说智库每年呢都是花七千到八千万左右 所以今年预计要减少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五千万元左右 那只有透过转型改革轻量化 才可以让国政基金会 也就是智库走得越来越长久